助人为快乐之本 几天前,无意间听人说了句 助人为快乐之本 仔细品味起来,确实有一些道理 当然是做人的道理 这句话其实和另一个谚语是一曲同工的 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当帮助别人时,会看到别人的快乐 自己也会跟着快乐 相反,希望别人不好的人,自己也不会有好结局 善念对人,会先善自己,后善别人 恶念对人,会先恶自己,后恶别人 因为念头首先影响的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空间场,自己的因素 恶念就像毒药,放在哪里就会影响哪里 善念也是,放在哪里,哪里就会首先变好 从心理学上讲 助人会产生好心情 好心情会调动自己身体里的良性因素 会使整个身体变好 反之亦然 在生活中 有的人一直会为别人惹着自己 而耿耿于怀 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报仇 有一天真的报仇了,会一下子不知所措 人会更加颓废 有的人在矛盾面前学会了放下 有一天会发现,走路路都是宽的 其实从修炼的角度看是必然的 帮助别人会积德 得多了自然会有好事跟着 自然会有快乐 修炼人当然会做得更好